很长的一段 很长的一段 我觉得难度还算是比较大 因为首先她对话好像比较多 然后第二好像跟Vicky的这个性格 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是的 现在是这样 先沉浸一下你的心情 好 自己 刚才呢 那个胡导对你非常满意 因为你们俩姓胡 我想她通融你 但是刚才你那个小品 对我来说 我觉得你还没有完成 我要求你的东西 我希望在这一轮里头呢 你去好好的表现 注意一下 这个女主角 她那种倔强的性格 和她那种很认真的态度 不要去 不要去唯唯诺诺的这种女人 你不是这样的女人 好吗 改变一下你自己 好 我们现场有哪位男观众 能够勇敢的上台 有没有自愿者呢 有没有自愿者愿意来配这段戏 刚刚的选手 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做配角 有没有人 刚刚看到有个 有有有有有 我们刚刚的这位 找变了一个名字 活胜先生 对 活胜先生 好 听开了 你才能记住吗 好 我把这个麦角给 好 酝酿一下 好 准备 好 准备 你都往前面一点 那二位都往前面一点 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我 他先开吧 你可以先说 我先开 你可以先说 我们把钱还给他 我先开 把钱给我 什么给我 她给我吧 我先 你不要拿 是啊 把刚刚 把刚刚你从那人手里骗来的 六万块还给我 为什么要还 我现在要还给他 我不想做贼了 你做一件好事也是贼 你做一百件好事也是贼 你是傻了吗 但是我决定了 我要做个好人 我以后都不想再当贼了 你到底还不还 不还 好 你爱钱是吧 都给你 咱俩两亲了 你要干什么 我想佛生先生你没有完全配合我的 就是 这个不要把他当成儿戏 来吧 这么办吧 我来帮这位女生计划来做 好 计划来吧 好 来 准备啊 咱们沉淀一下 然后那个 注意你的力度啊 你 那个 这个 这个刘老师 你不是个小女孩 这个抗荡一下 你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女性 你有你自己的思想 好 准备啊 priorities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六万块钱我已经拿到手了 我们走 给我 为什么 我要还给他 为什么要还给他 因为我想做个好人 我不想当贼了 你在跟我讲条件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是菩萨 你做一万件好事 你也是贼 你翻不了身啊 但是我至少可以改 我可以从今天开始改 我想当个好人 为什么 你不可能当一个好人 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你下辈子也是这个样 你以为我怀孕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你认为我不配 是不是 对 你不配 我也不配 但是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一个正常的家 一个堂堂正正的家 你到底给不给 不给 好 谢谢 谢谢 这一遍比之前好一些 他那个声音有放出来了 对对对 你要学会用你的眼睛 去看着他 不要再不敢看他 不敢看你的对手 你就不能接收对手 给你的信息 但是我感觉他还是 too nice 对 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女生 可能和他的专业 有很大关系 对 因为我很担心有一点 我怕就是这部戏里边 这个女主角 他呢这个有他柔弱的一面 很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很安静 很柔弱 但是他可是自己 很有主意的那种人 对 是 就是像刚才编老师说的 就是说他是自己 很有想法很有主意的人 他有的时候 他爆发出来的时候 可不会是非常nice 对对对 Vicky刚才你都有说 说你想尝试做演员 就是因为你想去演别人的故事 这个其实就是在演别人的故事 像刚刚那个女生 她并不是像你现在的个性 但是就要放弃自己的个性 去做她 去演她的故事 你看看看两位老师的意见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她不错 她身上呢 有一些女主角的影子 但是呢 她离女主角的距离 还是比较远的 这个需要这个去努力的去刻画 其实我会想演一个 就是类似主角的朋友那样 就是一个大配角 因为我看了那个剧本 我觉得跟女主角 还是蛮有差距的 就是人物设定 我觉得可以保持联系 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包括刚才那位 博顺先生 我们给了很多的机会 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参加一下 看一看 大家一起合作做一下 有一个对这个戏 有一个拍影视剧 有一个概念 有了一个概念以后 一点破 说不定就有很好的一种表现 对 好的 那我们两位老师 谢谢您 谢谢Vicky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选手 都已经看完了 三位评审有什么 总体来说有什么意见 我的感觉是 越来越有个性了 就是我们来参加的选手 非常有个性 就我不知道这是 因为是在我们 在加拿大的原因 还是就是说 真好我们的选手 或者是这个年龄层 有没有这样方便的原因 也可能就是说 比较年轻 比较坚持自己 那么有的呢 他就是 他的技术很好 比如说他会唱歌 他会跳舞 他从小他的文艺就很好 那么对于他的理解和配合 他的表现就非常到位 但是有的呢 可能是他没有经过 这方面的训练 那么就可能就需要 去做一下 对 所以说是不是 就不要太坚持自我 因为毕竟演员是在演别人 对 没错 演员是 演员他是导演的一个工具 你要按导演的意图 和按剧本的意图 去完成这个角色 不要 演员不可以有太多的自我 所以说如果是在片场 我们之前有几位演员 也是不停地坚持做自己 如果他导演说你要做A 他说我做不了 这样子在片场是会挨骂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做演员其实蛮辛苦的 有的时候没有自我 有的时候这个角色 你找不到感觉的时候呢 你也可能会崩溃 所以虽然大家呢 这些选手都很想当演员 觉得演员是个很轻松的工作 其实不是这样的 演员你要有一个丰富的人生阅历 是 而且呢你的情感呢 还不能太理性 这样呢你才可以去 更好的去完成你的这个 你的工作 好的 那其实呢刚刚所有的 这几期做下来 我开始发现了一个特点 就是大家在挑选这个才艺的时候 90%的人都会选唱歌 但是你们作为一个评委 从评委的眼光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其他的表演的建议 给我们之后的一些选手 其实不一定非要唱歌 你朗诵一首诗 一个散文 或者讲一个小故事 都可以的 会不会相对于唱歌来说 对我们今天的这种面试 这种类型的面试更有帮助 对因为你可能是在 朗诵一首诗的时候 还有讲一个故事 或者一首散文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内容在里面 你可以感觉到他这个故事的 从开始到进入高潮 到结尾 这个时候是有时候是可以 你很好地展示你自己的才华 有些选手呢也没必要说 非要选唱歌 你可能唱歌不好 无音不全 你唱歌以后不好 反而是扣分了 对你可以讲一个小故事 你哪怕身边的一个小故事 小笑话都可以 只要你能非常生动地描绘出来 这就成功了 好的 也希望我们之后的这些选手 都把老师说的这些话 记在心里面 那么下次来的时候 我们希望每一集的选手 都可以发挥到自己最好的优点 在那里 好不好 好 现在今天的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呢 还是会在这个 WOW TV的808主打台 以及577高清潭 再次播出这些 嘉华梦工厂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评委 来到我们现场 也谢谢我们六位的这个选手 恭喜呢 刚刚拿到所有拿到PASS的选手 那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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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